主料,扇份200克,娃娃菜一颗,主料,油,盐,胡椒粉,淀粉,大葱,姜,蒜,青椒,红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食材,扇份娃娃菜,青椒红椒,葱姜蒜,将娃娃菜洗净,纵上切几刀,青红椒切成段,葱姜蒜切碎,锅中放水,水菜放入娃娃菜桌水, 将娃娃菜,放入盘中备用,将扇杯也焯一下,锅中放油,油热放中间蒜炝锅,葱姜蒜炒出香味,放入扇杯翻炒,放入适量水,水菜放入盐胡椒粉调味,放入青红椒,最后放水电勾切,将鲜汁浇在娃娃菜上即可,方便技巧,因为扇杯是冷冻的,所以要焯一下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, 上